大家最期待的那個選手 九秒被打在地板上 然後我想說天啊 好棒的一個結局喔 劉宇柔為格鬥男友禁日八週 欸你是第一次問我猛狂 二十九歲劉宇柔日前 被交往不到一年的格鬥選手 黃玉仁求婚成功 沒想到劉宇柔自爆 對Jeff動心全一一場格鬥比賽 對 還沒認識他之前 我每一年都會比賽 他說我不記得你是誰 其實直到我那一場 在台灣第一次挫敗 就是九秒被打魂分倒 我說他倒下去 因為聖節很迷人 雖然Jeff輸給了敵人 卻吸引了劉宇柔的目光 但那時兩人各自有對象 並無互動 直到 他那時候出那個劍女人 來了 那本書 就恭喜他 就希望他輸大賣 事業順利 所以我回他第一句話是 是真的還假的 我超開心 現在劉宇柔找到契合的Jeff 平時除了幫忙打理格鬥課程 連他比賽前的閉關 也無微不至的照顧 你在進去之前 那個過程訓練 那種那個心理狀態 壓力都是很大的 那他就是很盡力的在旁邊 去照顧我的情緒 照顧他的身心靈 說得簡單 這身心靈的進化 當然還包括靜宇 但劉宇柔只能苦笑沒辦法 只能這樣 那要想要生幾個小孩的 看他 講三個吧 娛樂東新聞 小聲就別太闖金魚啊 報導 靜宇柔 公司 大量 海報 公司 石油 石油 李宗 水 水